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的课程几个小时 大家有没有算过 昨天一天几个小时 我们居然还活下来了 你看潜力有多大 不过我们人数比较多 假如围起来 还可以多探讨一下 围起来 你刚好坐我对面 你就不讲话也得讲话 现在碍于天时地利 位置上 我也不好太请你讲话 当然重点不是逼大家讲话 能够多切磋探讨 到目前为止 前面的课程有没有大家提出疑问的 昨天 刚刚也上了一个半小时多 哇 你们又全部吸收了 我们最起码要养成一个习惯 心有疑 水杂地有 那这样弥陀村就没有白来了 不要小看养成一个好习惯哦 只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只要落实了三根的一句 这个人就开始变化了 因为一句他的心性就开始提升了 他落实了三五句 他就慢慢触类旁通了 全修在信 每一句经文都是在修这颗心啊 所以修学不要贪多 哇 听了一堆 可是一句都没有扎扎实实 下他几年功 若要功夫生都要下的 铁杵磨成绣花针啊 其实我们冷静观察一下 我们趁遇到境界的时候 老和尚的一句教诲能不能现前 我们听了老和尚那么多啦 遇到境界一句都提不起来 就没用出来了 偶尔大师提醒我们 末法学习啊 不能好多不好精 所以非常好 我们这个陈会长这一次课程啊 没有安排新的内容 跟去年一样 因为去年学下来 好像还没消化完全 这个青年在就这些主题啊 大家在探讨 我们感觉一下 大家听老和尚四集很精彩的 如何护法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老和尚这四集啊 讲了什么重点 最后一堂课了喔 来 来 Please 那个麦克风准备 不要翻喔 不要翻笔记啊 翻了就不准啊 留在心中的 印象最深的 一提到说要拿麦克风准备 开始筋备了 这个时候马上关心为用 倒在平常中 叫到我就叫到我 不要紧张 修行要安住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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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位举手了 来来 有请啊 我们黄会长有请 你看每个音乐要配合啊 不然呢 没有人配合我就 我们就 双眼相似 大眼瞪小眼 好 我是小眼 因为我眼睛比较小 好 好 我们尊敬的 这个 陈的法师 法师 陈会长长老 好 主位 会长 干部们 老师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会长 您还是到前面来 是吧 第一个你这样脖子会痠 他们 又看不到你 什么时候啊 都有形式 顺势 比较好 站前面啊 大家都看到了 好 看得到 好 那 这几天的学习 那师父老人家的这个开示啊 那最主要的 从我们修生开始 那当领导人 当然也要有一个领导人的榜样 然後 其实这个护法啊 不能够对经教啊 不熟 如果对经教不熟啊 那我们都是依习器啊 来办事 那依习器来办事 当然 我们的底下人啊 肯定对我们都不符 那我们身为静中人啊 确实 这个认识佛教很重要 都要 都要跟他学起来 要不然这个 学会的学风啊 你看看有一个搞神通一出来啊 心就动了 哦 很灵 就跑掉了 啊 跑掉不要紧哦 他还拉拢啊 其他学会的 学员啊 到那里去了 哦 那我们就是从认识佛教啊 哦 不够认识 啊 所以 哦 这个我们呢 都要很 很清楚 那我们身为 老师的学生啊 老师说要学习三根啊 那真的我们都要学 呃 会长那个 留一点给大家讲哦 哦 你看这个会长很认真啊 那么多重点都纳在心来 来我们掌声谢谢 会长 大家 讲一个最 你 最深刻的 哦 就是 最主要的是自身修取啦 那我们自己的学习 啊 作为榜样 哦 然后 这个深入经典 啊 谢谢 阿弥陀佛 讲多啦 我会长 整个老和尚都 谈护法 啊 特别强调 先护自己 哦 先自己的修学哦 会长刚刚说 最深刻的是这一点 哦 当然 他也提到老和尚说的 要明理 尤其我们是佛教团体啊 一定要认识佛教 哦 还有他刚刚提到的神通 哎 我们到场的领导哦 你 你假如 搞偏调哦 哇这个 很严重的哦 人家本来是来 学当身成就的法门 结果搞去神通去啦 那会着魔的哦 哦 哦 所以佛有讲过啊 不以神通 度众生 这个我们要会判断哦 我们的判断力不够啊 会 以盲引众盲啊 我们把众生的法身灰命给 影响了 这个可不好了 好 好 所以佛菩萨都是以半般教学 奖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所以老和尚说 你要认识释迦摩尼佛才不会学错了哦 这些话的很重要 好 后面这个 邱云 她可能是因为看没人举手 她见义勇为啊 尊重的法师长老 诸位会长 理事干部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邱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读经好好念佛 然后就 遇到一些 问题的时候 就会迎刃而解 阿弥陀佛 好 这个很 就是听了很具体的做法 好好念佛 好好读经 因为好好念佛好好读经啊 我们就妄想就少了 正念就提得起来了 好 然后呢 你遇到事情啊 因为你常常读经啊 妄念又少 正念佛号提起来了 佛菩萨很容易加持我们的 所以经教容易提起来 佛菩萨又容易加持 往往 迎刃而解 刚刚跟大家说 最近啊 陈德的考试就是 事情很多 我请教大家 你的孩子以后 会不会遇到事情很多 你所带领的下属以后 会不会遇到事情很多 那什么时候 表演 除楼踏而触念皆通 给他看 哈喽 什么时候表演 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下属 以后面对的社会环境跟红法的 这个情况啊 比我们难还是简单 难还是简单 难哦 所以你现在就要表演给他看哦 所以遇到挑战来了 哎呀 我表演的时间到了 是不是 这个袖子要拉一拉 随缘没有用 啊 我在这些境界 我都用真心 你的下一代跟你的下属一看到 他就 启发他了 他就 领会到了 哦 原来佛法是这么用的啊 啊 要修忍路啊 这个 坏事都可以变好事啦 老阿上不是说 他在单位的业绩都是第一名吗 他说谁送给他的 就是那个在办公室骂他打他那个给他的 对啊 好 大家准备好 随缘妙用了没有 好吗 好吗 好 好 这个不是看电影 哎呀好精彩好精彩 自己按照佛法 好 好 来 主事带人接物哦 自己的 每一天的生活啊 都很精彩哦 都会放光哦 都会给家人 朋友 还有自己的同仁 增长善根 所以老和尚说的 言行举止 都是教学哦 哎 这一句大家印象深不深刻 好 好 还有吗 好 不能好多不好精哦 好 不能舍 竹墨不求本 我会大师提的第二点 我们护法 假如想着是先护别人 而没有先想着护自己啊 这个本末 就有一点 不是很正啊 欲其其佳者 先修其身 这个就是本末关系了 好 我们现在很清楚哦 两三天不知道老和尚啊 我们课程里提了很多遍了哦 哎 明天大家到学会剧了哦 但是 重点 是在 下主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 那个惯性还在哦 哎 我们自己警觉性高了才能观察到哦 所以为天下者 老和尚有写成莫保哦 引的是旅士春秋的经文 也是偶尔大师这一段话的注解哦 不能竹墨不求本 这样变舍本竹墨啦 我们讲学的人也很容易舍本竹墨哦 我曾经听一个讲学的人 站在台上说啦 我一年讲三百场课 就是 底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哦 诸位同仁 你假如在底下你鼓不鼓掌 一个人说啦 我一年讲三百场 而且这个场不是同一个地方哦 到处跑哦 飞机坐很多哦 你鼓不鼓掌 鼓掌哦 你害死他啦 你看看 阿蜜豆腐啦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弘法是显道就是这样 这个演讲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五十岁耶 五十岁遇到传统文化 他要不要念佛 他要不要习定 他要不要听经文法 定虚习耶 一个人的定律不是 我知道定律重要了 他就有定律耶 他要读经 他要念佛习定耶 一个人没有好好先熏习几年 他每天在讲课 讲着讲课 会不会有自己的东西出来啦 他不能忽略自己的修身耶 一个人在外面 三百六十五天 跑三百场 他什么时间齐家 我们要把自己真正修身齐家的 真功夫心得去供养大众啊 要用明明德去亲民啊 不能激动啊 不能不误本啊 所以偶尔大师对我们末世 这几句提醒都很关键 不能逐墨不求本 其实这样的讲学的人 后面都出现问题 不要侥幸 你跟经典不相应的时候 迟早出状况 不能存侥幸的心来修自己 来带团体 那 君子居易以示命 这个中庸这两句话很重要 小人行险以侥幸 君子居易以示命的 其实就是安住当下 敦伦敬奋 我有齐家 我有好好带团体下属 这样就很扎实 这样就很扎实 一个人发展啊 他一定是循序渐进 不是说一下子 噗的面很大 你面很大了 你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你管到最后 你自己都趴下去了 管到最后 你自己的家庭都 有啊 我们看到很多出去讲学的人 护法大众 一接触到 他们的母女关系 怎么是这样啊 好像很抵触 他们夫妻的情况怎么这样 你说这些听你讲课的大众 他的信心会不会受影响 会啊 所以我们 革制成政修齐 是弘法的前面的本 我们弘法立身是处于治国 大学说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 他自己的子女都教不好 他在静中学会 能把学生教好吗 大家注意哦 我们假如站在爱护他的立场啊 还是要 他好好先 齐家哦 你不能 他到道场了 哎呀有人做真好 结果他忽略了他自己 家庭的本分 他做义工做不长久 而且他得不到佛法的真实义 他迟早要退 他讲的课要射受众生也很困难 甚至有可能会讲错 所以我们在沟通一个观念 我们宁可麻醉虽小 五脏俱全 我们也不能打肿脸 冲胖子 因为五脏俱全的时候啊 你单位小啊 可是人家来参访你的单位 得到的都是真东西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陈德俗家的母亲啊 现在陈德 让母亲啊是在 德贤尽忠学会 常住 每天念佛拜佛 听经 日子很充实啊 老菩萨今年八十三岁了 我刚好受完戒 就当天先回高雄 因为陈德很惭愧 这二十一年 这个老菩萨常常 很多年前就说 你回来台湾都是我们导游的 问导游大家知道啊 回来没两天人不见了 都在外面跑啊 所以我现在 就是只要能回到台湾啊 尽量就是 住在德贤啊 以前就很少陪他老人家了 这一次回去呢 我跟他商量一件事 我说 这个 我在受戒的时候啊 突然有一个灵感 说往后啊 这个陈德啊 就称你老菩萨 不称你妈 大家觉得这两个称呼一不一样啊 我们修行之人呢 要护念别人 要很敏锐喔 要能感受到 我这一句话 或者他讲这句话 对他的影响 你看这里当妈的那么多啊 当你的孩子喊你一声 妈 你的心境是什么 啊 这个调动起来都是亲情有没有 叫一声 老菩萨 感觉不一样啊 老菩萨 对我要去做菩萨 我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不要再调动 亲情的那种感受 要调动 我们都要去极乐世界做菩萨 老菩萨你要先做榜样 我当时候 遇到神老的时候啊 就体会到这个 要很敏锐 当我们在跟神老交谈 有一个人 谈到 繁体制 神老马上眼睛瞪耳大 是正体制 他一点都不繁 哇你跟别人说 繁体制 繁体制 我还是少繁一点吧 我还是学简体好了 我的老人家 能洞察一个字 给人家的感受 正体制 我当然要学正统的咯 举一反三咯 要敏锐到一个字 一个称呼 会让对方起什么心念 我们很敏锐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护念 对方 我们也懂得护念自己 我遇到这个境界 我起什么心念 我怎么护好我的道业 老阿上讲 贤护等十六正式 首先护谁 护自己啊 自己泥不沙过疆 自身难保的话 怎么去护众生呢 好 那这个是跟大家提 偶艺大师提醒我们的 不能逐末不求本 第三点呢 不能求解 不求正 就是喜欢听经 没有去行 因为信解行正嘛 没有去行 没有去改习气 就没有办法 有所体振 有所提升心境 相信了 相信了 我们都很喜欢听经 但是得要 老阿上哪一句教诲 我扎扎实实 给他做三个月 经典里面有说 论语里面说 回也三月不为人 这句话有点味道 观察自己的学生 言回 我们这里有盐子的后代 厨房也有 现场也有 这个盐子在护持我们 孔子观察到他三个月 他的心都没有违背仁爱心 会不会养成习惯 会 所以这个三月 可能有密意在里面 我们挑老阿上的一句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把它落实 好 推荐大家 老阿上有一句妙法叫 念念为他人着想 我们就督促自己 在任何境园 落实这一句 三个月之后啊 我们会觉得自己烦恼清 因为烦恼从哪里来的 从我来的 这个我一清啊 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我移 就降下来了 这不是学知识哦 这是心性之学哦 落实一句啊 这个心性就往上升啊 心性一升 本来不理解的这些经教啊 你自己读懂了 因为心境一提升 你就能领悟这些道理了 所以解形相应啊 在修学非常重要 好 所以谢谢几位忍者啊 给承德feedback 好 那当然 希望啊 我们明年 好像还没定日期啊 明年是有全国联谊会 对嘛 3月13号是吗 还在确认日期啊 上一次好像是3月13嘛 那明年有全国联谊会 那护法班还是要办嘛 还是办嘛 好好 那我们 待会下来再来定日期了 希望 希望明年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还没讲课的时候啊 你们就举手了 成德法师 我先分享一下 我用军亲师的领悟 收获 收获 大家想到啊 我假如 看到这样的情境啊 我一定会感动得流眼泪 大家这么认真啊 把我们 这一次啊 三天的课的重点啊 去用啦 那三天的课啊 我们 这个提到 菩萨士德 我用得很有心得 这个叫现身说法 是最有射受力的 有没有哪一位忍者 发发心 明年相见的时候 现身说法 看看待会 给我们陈会长 可以先报名 好 希望结果不是 ZERO 没有人报名 ZERO是零的意思嘛 我念英文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给我一点鼓励的眼神啊 好像 我一念 看你们的表情 我都有点觉得我念错啦 你看一个讲学的人 需不需要人家 眼神的回馈 眼神的鼓励 对啊 所以你们做领导 有时候 一有空了 到教室里面坐一下 给那个刚出来讲学没有多久的老师 在底下 你看你在底下点头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有灵感啊 这个是功德喔 老师上说 听一个 初学讲经的人 讲课啊 比听老经验的人 讲经功德大 好 因为他可能在 在你 信任的眼神 肯定的眼神当中啊 他教学 越来越有信心了 我们这样走过来 也都是当初 这些大众的信心啊 所以幸好我第一站是海口啊 不是北京啊 也不是上海啊 不然我就 捲铺盖回家去了 他们的讲 嗯?是这样吗?嗯? 我就讲不下去了 好 好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啊 也是众缘合合啊 这个众生恩啊 我跟大家讲都是 刻苦铭心啦 我当去海口的时候 人身地不熟 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任何经济朋友 结果来了一个老太太 我们讲课的时候都在那里 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后来这个老太太在底下 听我讲课啊 都一直对我笑 我讲完那一堂课很感动啊 讲完课我下了台 我就去找他握手啊 感谢他 给他讲了好几句啊 他看着我没什么反应啊 旁边的人说 他听不懂普通话 他是海南人啊 他为什么来听课 他说有人在讲伦理道德 所以他来支持啊 他听不懂也在那里笑 这个都是我亲身体验过来的 很感动啊 很鞭策自己啊 好 所以 这个 大家还是要多给我一些 回馈 不然我这个心还是挺脆弱的 到时候退心了就 大事大条啊 这个事情 就有点严重了 好 好 那所以希望 待会 报名不是ZERO 我 因为你立了一个目标啊 因为你立了一个目标啊 保证你 这一年会 很用心的去练 我没有规定练哪一句 只要是老婆他讲的 我们课程内容的都可以 我也是一直练哦 真的练出 心得出 心得出来了 随缘妙用 无方得 就感觉啊 慢慢任何一个缘来了 我们都觉得 都是道场 都是用佛法的良机出现了 你不会去 觉得哪一个人让你烦 哪一件事让你烦 都是来妙用 用在 我自己可以借这个事成长 我所有这些 参与这个事的同仁 通通得到成长 这个好几年前啊 我真的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 当时候身边带了几个年轻人啊 他们都上过我的群书之药的课啊 我跟他们说啊 诸位同学 以前跟你们上的课啊 叫理论版的群书之药 现在我们在工作上遇到这件事啊 叫实战篇群书之药 所以这个挑战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让他们对群书之药真正 体会深刻 怎么用在处理人事问题 怎么用在工作当中 所以那一次之后啊 这几个年轻人很有承担力哦 不怕困难哦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震撼教育 那种难度很高的这个境界事情 他都参与过了 那其他这些事就不算太难了 所以欢迎困难啊 那个困难真的 会很有价值哦 而且这个菩萨事得第二个是什么 威夷住持有责得 我们今天在处理事的时候 有不顺的地方 啊我的以身作者做得还不够 不会现在烦恼 我还有哪一些可以做得更好 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有了身教啦 我才有本钱啦 言教 柔和直直 赦生德 言语很真诚很柔和 赦受众生 我们有讲到了 君子有诸己 你有身教 而后求出人 你才好用言教去护念别人 人家心里才会福气 第四个 普代众生受苦得 我们现在要护念别人 要很有耐性 拜众生苦 现在你真的要帮一个人哦 不简单哦 他有业力哦 他的家庭里 父母也有业力哦 家人也有业力哦 整个大环境有没有业力 有哦 现在大环境啊 光是一个手机的力量就不小哦 有没有人 这三天最深刻的就是 我知道 怎么面对手机 有没有人最深刻的是这一点 哎呦 阿蜜豆腐啊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探讨手机啊 最少也探讨十五分钟有吧 有吧 分析了好多角度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 佛法是什么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任言经说的 若能转悟 折同如来 所以佛法就是 你能不被境界转 你有界定的功夫不被境界转 所以只有两种情况 要不我们被境界转 要不我们转境界哦 哦 所以会用手机了 没被手机牵着鼻子转 那我们就转手机这个境界了 把它拿来 变成一个 Secretary 是吧 变成你的助手 帮你积功累得了 那就转境了 没有被境转了 佛法在哪啊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啊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你没有着这个相啊 处处是道场啊 你都拿来练你的心了 你一着相你就生烦恼了 练不出佛法来了 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啊 金刚精一开头 着衣磁波 还没开始说法啊 那个都是表演佛法出来 你看五官堂 吃饭是不是佛法 是哦 煮饭是不是佛法啊 是啊 煮饭的时候普贤行 广修共养哦 不是煮的心不甘情不愿 天气这么热 热死我了 哇 独树进去了 我说哎呀 哎呀我能煮给一百多尊佛吃 真是我的福报啊 哇 那个厨房的义工修普贤行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菩萨在道场里面哦 常常在哪里出现啊 寒山石德在出法啦 要离敬諸佛哦 要安定 没有后顾之忧 三天专注学习 好 也随喜他们的功德啊 好 阿弥陀佛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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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